喂,喂,喂,OK 好,那我開始囉 欸,為什麼不是第一個名字 跑掉 OK 好,那喂,大家好,我是DDIO 那我今天要講這個 網路可以名什麼組 那基本上呢 喔,這個,這個當然是從那個動名組來的 對,好,那我是DDIO 那我自己 會講這個東西主要呢 是因為我現在在人人民武陣系 它是一個小的左派的政黨 我在裡面當這個網路組的打雜小弟 所以當然就也會對這個動名組啊 我動名組這一塊有興趣 然後在上一次的黑客森 我們那個時候有一群人一起弄了一個 那個動名組的人體實驗嘛 那我覺得,弄一弄之後覺得 這個好像還蠻有趣的 好像我們可以帶回去民陣這邊來試看看 因為其實民陣是一個非常傳統的 就是幾乎不用網路的政黨 全部都是靠實體 靠人這樣子在對話啊 在揪人 對,那所以我們覺得 好像可以帶回去玩看看 對,好,那所以我們這邊 那我們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大家又不懂網路嘛 所以我們就挑一個現在具體 大家有在玩了覺得 好像就至少是一個可行的方案 我們就挑Rumio 對,我們就挑Rumio回去說 想要找大家來 然後那個時候就挑了一個真的議題 然後想要請大家在Rumio上面來玩 結果呢,就是不玩還好 一玩就發現那個,這是Feedback 就我們大家原本就覺得Rumio 好像我們自己用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有一些問題 有一些問題 但是就覺得,嗯 好像大概就是可能還堪用 可以試用一下 結果回去的時候 大概十分鐘就變成這樣子 就馬上被鬼腳強勢說不好用 對,那很多原因 那時候我們就開始想 那到底為什麼那個落差會這麼大 好像我們自己覺得 欸,好像可以喔 我拿來玩玩啊什麼 然後但是給這些人用之後 他們就會覺得,嗯 非常不好用 對,那所以到底是為什麼呢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發現 也就是發現 其實回來想就是要其實 因為明正其實是一個 還非常重這種討論 他非常重視每一個人 怎麼樣面對議題的一個組織 那所以你知道我們今天跟他說 欸,網路上面現在可以 這個討論事情和決定事情呢 那其實這就是一個那個 在關鍋面前耍大刀的概念嘛 對,在這麼熟這種討論 該怎麼進行的 團體前面跟你說 欸,網路上面可以這樣搞 這樣子 一定是馬上就會被打槍嘛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等於就開始回來看 那所以其實我們覺得 既然在我們眼前 有一個已經發展的 這麼好的組織 就是他們很知道怎麼樣討論 那我們是不是就回過頭來 直接來看這一群人 到底他們平常討論的時候 是用什麼方式 因為我們可能討論 就是直接帶著討論 或是這東西 可能要很有經驗的人 才有辦法操作嘛 那我們自己一般 不會知道說其實你就 很難來想 到底怎麼樣的一個討論 是好的 要有好的品質的討論 對 那所以回到這個 有品質的討論 那到底 什麼樣叫做 有品質的討論 我們現在就先拿 一個小小議題來當辦例 那這個可能是 有一點年紀啊 因為剛好在幾年前吧 你支持性工作 除罪話嗎 可能大家如果對這個議題 有一點印象的話 我先做一下小小的民調 那個在場的各位 就是先問 這個命題應該 有誰聽不懂了嗎 性工作除罪話 那有支持的可以舉一下手嗎 好 好 那不支持的可以舉一下手 欸 竟然沒有支持 好沒有 沒關係 對 在場至少大概 我覺得三分之二吧 大概看起來 至少三分之二 都是舉手說支持的 那 那 當我們今天問了這個問題之後 那我們說支持支持 然後呢支持就夠了嗎 如果我們今天 我們來想 我們要討論一件事情 比如說我們想 今天 政府想要來 讓大家一起討論 你知不支持 性工作除罪話 那 難道我們只要有 投票就夠了嗎 那 是不夠的嗎 所以 如果我們回到現實 如果今天是 我們在現實討論的話 你舉手說支持之後 其實不夠 那再來我們要問你 欸 那你為什麼要支持 對不對 那 問你為什麼要支持 其實還是不夠 那 因為你為什麼你可能會講很多啊 比如說我覺得什麼 這個 人的身體是自主啊 什麼什麼什麼 那 但是講完之後 那我們其實可以更進一步 又問 那你是支持哪一種 性工作 對 你是支持個體務 那你是不是支持 比如說合作社 還是你是支持那種 金錢爆的這種 性工作 這些都可以是性工作 那你支持哪一種 那 那 今天性工作可能有一個 非常有爭議的嘛 我們可以用錢 來看身體交換嘛 你支持用錢 來接性工作嘛 這些 講的時候會是一個很大的 你覺得性工作應該是什麼樣的東西 那 但是其實再來更往下 其實是 你 為什麼會支持 某一種類型的性工作 那如果再跟你自己有關一點的話 你這些性工作的場所 可不可以在你家旁邊 對 我們之前有一個大法官的試制 他是說那個 性工作應該要在專區裡面嘛 專區之外 全部都是非法的 那 所以我們其實 像我自己在 我在你之前也在這次村 那這次村就會常跟大家討論 欸 你們知不支持這個 工作場所 能不能在你家旁邊 對 那 再下來是 為什麼我剛剛要問 大家這些問題 那這些其實 他背後反映的一件事情 是其實 我們今天在討論一個議題的時候 每一個人的想法 他除了字面上講那些東西之外 底下 還有非常多東西 那 怎麼把這些東西挖出來 其實就是一個討論 應該要做的事情 沒有挖出來的話 其實這些討論的品質 是 都不會好的 對 那到底什麼是有品質的討論 所以 他不會是以問一答的 那 所以呢 你至少你要搞清楚 這個對話是在什麼情況下發生 講這些話的人 他的 這個立場是什麼 對 但是 這樣子講完 其實你就知道 這樣的東西 你是沒有辦法放在 網路上面操作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 不太明確 它是憑著人的經驗 和這種見識 才能達到的 那所以 這種東西怎麼結構化 所以我們再來看 另外一個例子 對 其實我們後來 我們自己在民政裡面 比如 因為民政今年 有推基隆市的這個 市長候選人 那個時候還沒有去 那個時候有兩個人 想要選 候選人 對 那個時候有兩個人想要選 想要參選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就用了一套機制 來處理這個問題 對 那 我同影片有放在那個 那個 那個 spreadsheet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對 對 那 其實一開始你就想 如果我們今天是在民進黨 那種系統的話 大家反正就是提名 討論 然後就掉去 但是其實 因為事成不夠 所以我這樣 非常快快轉 所以你就看 這邊總共有八個步驟 對 那其實我們 那個時候用了八個步驟之後 其實我們是很 後來回去細細的討論 到底這每一個步驟 它每一步 它的目的是什麼 它想要做到什麼事情 對 然後呢 這些步驟不能在網路上面做到 那會碰到什麼樣的問題 對 那再來是 這套 這個東西可以適用在 什麼樣的環境上面 對 這個也 這個也 所以 總之呢 這套東西算是量有限制的 但是其實它是 某一種符合某一種脈絡的統合 對 所以 這個概念就是 我們不只要討論 我們不只要討論 還要討論 怎麼樣討論 對 所以是一個 會前會的這個概念 對 好 那最後就是請 如果有興趣的話 請來找我 或是請來動明祖 好 謝謝大家 好 再廣告一下 就是我們 動明祖宗是每 呃 隔週的禮拜三 在那個 摩茲公寮 對 是跟綠黨 那個綠克松一起 辦 我們去亂入 對所以請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 可以來 剛才那個聯繫那邊 看一下動明祖宗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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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